创意比赛 竟在运通 选择 比努力重要 来 选择 比努力重要 我的标题 到今天 到明天 到下个礼拜 到下个月 还是不会改变 我不断的要给投资人信心 有一句话是很经典的 领袖是希望的化身 股票市场未成不是 我问各位好了 我说假设你知道 有一档股票 你现在买了 你这个时间去买它 有人说 老师啊 这个时间到底多少钱 既然是这个时间 这段时间 这个区间 你管它多少钱 多五块 少五块 好啦 多三趴 多五趴 你都买了三趴 跟少买了三趴 我讲比较白的啦 那你股票就不去啦 那你摸股票是在摸 头上一趟的喔 有些人股票根本就不会长 什么都不会长 你不要跟我小鼻子小眼睛 有人会说 老师 我的股票涨3%耶 我的股票今天涨停板耶 那涨停板要怎么样 这三趴掌停板 你也要再了解啦 好啦 宏达店给你十支涨停好不好 你的本钱会回来吗 宏达店给你十支涨停啊 你的本钱会回来吗 宏达店不会十支涨停嘛 就好像你的方式如果是赔钱的 你的股票未来敢不让你摸忙 如果没有 为什么有很多投资朋友 转不过来 所以我说假设你知道一趟股票 未来会给你五倍十倍 你现在要做什么动作 所以为什么我写一个 选择比努力重要 来 我还是每天都要拿这一张 这个叫大力光 这个叫大力光 451块到4800 451块到4800 这事实啊 这就是属性嘛 他不断的在提醒各位 股票做一支就够了 一档就够了 不管你是今天进来 明天 下个礼拜进来 就有张大力光 我请问你好了 来 再看影片 451到4800 我相信一定有人讲 老师不要说451啊 再一倍 900万啦 就900块啦 那一张90万吧 451 买10张就450万出头嘛 假设来到900块 900万啦 10张嘛 对不对 如果你知道 大力光会涨到4800 请问你900 900万啦 900万买10张啦 就900块啦 你要不要买 因为他会给你4800万嘛 要不要买 当然要嘛 好 重点来了 请问前中华民国的分析师 有谁敢跟你讲 你手上的股票 或是你今天要买的股票 它会涨到哪里 没有人敢跟你讲嘛 对不对 何况 我请问你好了 你是不是都是掌停板的时候去追 甚至你追不到隔天再追 那个方式 那个计量喔 不需要投过老师 你只要买台电脑 每天 每天喔 电脑 你一打开 因为电脑有智慧弦骨啊 它快要涨停的时候 它就会发出信道 嗶嗶嗶嗶嗶 就是你不要快要涨停了 你都还可以买得到 绝对比投过老师喔 涨停板再叫你买 都还要快 对不对 大家都知道吧 好 所以为什么我弄了一个议题 一个题材 我都没有改变 因为我不会告诉你 这档股票未来会涨到哪里 主管就用规定不能去预设股价嘛 所以我就用一个大力光 讲给各位听 我说我请问你 前中华民国目前的股票 有哪一档他敢说 他未来要跟大力光比的 有哪一个人敢讲 有哪一个分析师敢讲 他手上的股票未来要跟大力光比 但是重点 你不要跟我讲老师 明天他就会跟大力光涨一样 涨到跟大力光一样 下个礼拜他就跟大力光涨到一样 下个月他就会跟大力光价钱一样 那是不可怜的事情嘛 再看一遍 大力光在这里整理了二十个月 好 涨二十个月 再涨二十个月 看到哦 好 再涨七个月 涨了二十个月 二十个月 这里再七个月 好啦 我们把它算四十八个月 最好算啦 四年 四年给你十倍 你要不要 那 我跟各位讲的 我给各位的逻辑 并没有四年哦 我每天都给各位猜一下 你们来手起的这个 来 我请各位来手起的 这三个英文字 不是十年啦 不是四年啦 绝对不用四年啦 他不需要四年啦 他不需要四年啦 为什么 我说 2016年的7月23号 他已经动工了 2017年 现在7月23号 再来2018 7月23号 2019的7月23号 总共三年的时间 那到底会涨多少 我也不会去认识说 他要涨几倍 但是我可以直接了断的 告诉你 他的模式 他的方法 就跟大力光 是一模一样的 来 大力光 大力光的营收在这里 看到 好 这里是他的营收 再来 这里是他的营收 这里也是他的营收 这是大力光的营收 各位 你看到他的营收 是这样上来的 一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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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来 营收是一段一段一段上来 好 所以他可以从451涨到4800 凭什么 营收嘛 那我说下面这一档情流感疫苗 他的营收 你所看到的营收 都叫什么 都叫大输业 也就是 中国叫点大输业 台湾叫点低 好 你看到的营收到目前为止 二月份在这里 你看到他好像没有比较多嘛 其实 如果按照人民币的算法 他去年的营收是比前年还多 可是因为人民币贬值超过10%以上 也就差不多11到15之间 人民币贬值跟台湾币的对比 所以人民币的营收是增加 可是换算成台并哇 没有增加 但是那也不是重点嘛 那只是他的基本的收入嘛 也就是只是他的底啊 他的爆发力也不是在大输业嘛 但是最少他的大输业 给各位一个看法跟方向 来 这是中央社 3月13号 中央社3月13号 看到 好 新产能 大输业的新产能 目前已经处于GMP的认证 看到 好 等待GMP正式通过 产能 注意看哦 产能 渴望倍增 倍增 倍增代表什么意思 好 倍增代表 这些要翻倍 那到底 什么时候开始翻倍 有时候我不能给投资人 有些投资人很可爱 老师 那他 因为我上次的新闻也给各位看了嘛 他这个月要正式市产 4月份 也就是下个月 就正式量产 好 那下个月就是量产 4月份 会不会翻倍 因为既然是要量产 那就是一段一段来 什么叫一段一段来 因为 有时候还是要 讲比较关键的好了 在中国的生产线它叫六条 大输业的生产线有六条 好 那 下个月 4月份 开始几条要开始量产 好 那是一段一段嘛 那 好 我可以跟各位报告的就是 产能既然开出来了 这里的量产到底有什么样的意义 这里的量产到底有什么样的意义 重点在哪里 好 既然会量产最少你看到这里 也就是量产的话 好 现在三月份了 三月份了 它这里写一个 GMP的认证 新产能GMP的认证 这个部分代表什么 代表有可能 有可能 好 假设 因为前一段时间我给各位看到是 它这一季 市场嘛 好 既然上半年 就开始正式的量产 那4月份 就下个月嘛 那各位去想一想 这个营收 一月二月 三月份的营收 三月份的营收 因为一二月的工作天数比较少嘛 好 三月份的营收 理论上是要上来 三月份的营收 现在已经是三月十五号了 对齁 这个月够了一半了 好 未来还有十五天 三月份 如果换算一二月都把它加进去 理论上这一季的营收 你说有爆发性成长吗 可能比较难一点吧 可是4月份 当它第二季正式量产的时候 你告诉我好了 我说如果不小心 4月份的营收就创新高了 创历史新高了 然后既然量产了 它就持续持续一直在创新高当中 那你告诉我 来 请问 它的历史高点529 历史高点529 529是在什么时候 营收在这里 假设4月份的营收冲出来了 假设4月份的营收冲出来了 那很显然 当营收冲出来的时候 各位要想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请问股价它是在营收出来以后 才冲出去 还是股价会在营收报告 也就是营收 也就是4月份营收 或3月份营收 理论上是要4月份嘛 因为 要冲出去也要看到正式量产嘛 3月既然是4生产 好 4月份量产 好 假设4月份的营收冲出来以后 那我请问你 股价会在什么时候反映 好 讲比较白的 請问现在的股价 跟未来营收冲出来的时候 那时候的股价 现在比较低 还是营收创新高的时候 股价会比较低 这才是选择嘛 所以我要给各位分析了 为什么选择比努力重要 当时451到4810块 我相信有很多人 我说 好了 对心肝 因为 大力光没有人不知道的嘛 只有会把大力光自我设限的人 太多了 就好像各位 你现在自我设限嘛 啊 我如果做一档股票 万一它没涨 隔壁股票都在涨 那你心里会不定嘛 万一你买的这档股票 没有如果你一起涨得多 你看到别的股票在涨 你心里会不安定嘛 就好像有很多人看到大力光没有买 是想 哎 这么贵了 那真的有涨那么多吗 可是事实真的涨那么多嘛 所以为什么我要不断的提醒各位 我说 时间 一步一步一步在接近当中 接近什么 接近它的营收 现在3月15号了 再过15天 第一季就结束了嘛 请问 在请问里面 股价会反映在营收的前面 还是后面 你用休息的时间去思考这个问题 为什么有钱人看到的叫趋势 穷人看到的叫股价 哎呦 起两口起三口 两两口二三口 那是穷人看的 哎 为什么涨停板 为什么没有涨停 为什么别人涨停 为什么偶的没有涨停 那是穷人在看的 他看的叫股价嘛 有钱人看的叫趋势嘛 只怕没钱买嘛 为什么 因为他看到未来啊 来 再看一遍 451块的大力光跟4800 451块的大力光 第一个 你没钱买嘛 第二个 你不敢买嘛 第三个 前中华民国分析师没有人 不是提示啊 有时候想说 把你抓来用力去买 451块的大力光 没有人做这个动作嘛 这我现在为什么这么努力 在基因德 你可以留下一个时间去想想看这个道理 好 马上回来 投资的制胜关键 您需要领先的资讯 精准的分析 大来专业分析团队为您掌握 大来国际投顾 请直播02-2369-2333 02-2369-2333 平常工作时 总是充斥着各种声音 所以休假时 我喜欢感觉一切嘈杂 让自己沉淀 享受这片刻的迷茧 Choose your own life 额排气密窗 投资的制胜关键 投资的制胜关键 您需要领先的资讯 精准的分析 大来专业分析团队为您掌握 大来国际投顾 请直播02-2369-2333 02-2369-2333 做父母的最怕听到肠病毒 一个疏忽小朋友的健康 就可能受到威胁 家中宝贝如果感染肠病毒 一定要注意重症的前兆 像是嗜睡 手脚无力 意识不清 持续呕吐 睡眠中突然出现 惊吓到的反射动作 呼吸急促或心跳加速 出现这些症状 一定要马上到大医院就医 以免错失治疗黄金期哦 认识肠病毒重症前兆 许孩子一个健康未来 选择比努力重要 来 选择比努力重要 我再讲一遍 有钱人看的叫趋势 把它换算比较简单的 股票市场你要赚的叫成长财 什么叫成长财 就好像台积电 假设你十年前去买台积电到现在 应该用比较简单的 假设十年前你花了两百万买台积电 这两百万你就买台积电 到现在你都不动它 配息配股 你的钱也是买台积电 就是我告诉各位的 养地中股票 股息继续买台积电 兩百万十年前你买台积电 台积电配你的利息股息 你一样用那些钱再买台积电 就是养地中股票 好 到今天 你基本你就不用做了 不用做了 十倍 十倍 兩百万超过两千万 哪有折 就是选择嘛 所以为什么我要给各位一个很重要的提示 有钱人看趋势赚的叫成长财 公司成长啊 啊穷人看什么 看股价 所以为什么 有很多同工老师都是开救护车来 看救护车的逻辑是什么 看能不能植物人啊中风的啊 或是需要看精神科的 然后输的已经有点忧郁症的人 需要救护车来救嘛 掌停板去救他啊 那通常救不到啦 因为掌停板 你买得到吗 那是削头而已嘛 所以穷人有没有在看股价有没有涨啊 有没有涨啊 有没有涨停有没有跌停啊 他涨多少钱啊 那叫破洞材嘛 破洞材不好了啦 我用这个最简单的啊 有时候我很想跟同志讲筹码的问题啊 我说有时候请问 假设你在操盘 你是控盘的人啊 操盘手啊 不能用操盘手 太贬低控盘的人 好 那我请问你 假设一张股票 真正的高手在里面 他一定 让很多人 在里面赚小钱 什么叫赚小钱 叫让利 让利啦 给你跌三个礼拜 跌三个礼拜 跌三个礼拜 今天买明天卖的 今天买下个礼拜卖的 要让那些人赚到钱 股票让他热肉嘛 我用一句话 让各位去思考看看 股票的最高价 最低价就是控盘的人买的 注意听哦 主股票的最低价 就是控盘的人卖的 我相信有很多人 听没啦 最低价怎么是控盘的人卖的 最高价怎么是控盘的人买的 你会想问 不是啊 最高价是控盘的人卖的啊 最低价是控盘的人买的啊 你是一定这种逻辑嘛 所以假设你是这种思考的 请你不要做股票的 因为你英文就不贏了 股票最低点一定是控盘的 煞下去的 股票的最高点一定控盘的 把它买上去的 对哦 我这样讲得清楚了哦 因为控盘的 煞下去的时候 煞不下去了 他就还手买上来 因为没有人要杀了嘛 所以已经干净了嘛 股票扣盘者 把它买上去了 没有人在后面追 他一直买一直买 我们来看这里 12月7号 盘后交易651张 12月9号 盘后交易603张 12月3号 盘后交易是越来越高哦 到428 442 到446.5 500多张 好 为什么要给各位看 这三笔单 500多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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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部用融资 原先的融资都是一点点 有没有 增加的都一点点 好 这三天7号 9号 13号 增加1500张 他把融资从48% 提升到59% 增加10% 好 再来 1月11号 1月11号 各位 一样 盘后交易1500张 什么时候成交 1月13号 盘后交易1500张成交 这1500张呢 来 这1500张在上面 来 好 在这里 1月13号 1500张 一样用融资 你看只有几十张 在1月13号 增加了1500张 再用融资 然后融资从60% 提升到70% 69.89 是不是 刚刚从50到60% 现在从60%到70% 好 到了 3月9号 有没有 3月9号看到 好 看到 这里没有增加 看到 好 3月13号 是不是增加426张 好 3月13号 又增加了400多张 一样用融资 已经来到73.77 好 3月14号 没动 今天也没动 盘后交易没动 我要给各位看的叫什么 好 看这里 3月9号 也就是3月10号 一样要盘后交易1500张 那各位去思考看看 到目前为止 融资已经到了73.77 是增加将近500张 如果后面再加 要申报转让的 另外还没转让完毕的 总共 它有可能融资会变成80个person 融资会变成80个person 假设是这样子的话 各位去思考看看 我说假设你是空盘的人 你为什么要用融资器买了4500张 现在到目前为止 已经3000张已经兑现了嘛 在这里要400多张 已经3400张 还有一千张没有买嘛 好 总共如果用融资器买了4500张 本来融资只有50个person 把融资提高到了80个person 这80个person 增加了30个person 有4500张是用融资 人家是现股换融资把它守单的 你告诉我为了会怎么样 来 我给各位看一张图 还是这一张 这叫大利光 大利光凭什么 营收会这样子 各位有在看历史记嘛 三国营利都有在看嘛 大金要动 必须先 是什么 调兵潜将 希望布局啊 为什么要调兵潜将 要把这些 来 要把这些股票 要把这些股票 把它收拾 把它收拾啊 就不让外面的散入去买 那各位去试考看看 我说假设这样子 好 这是昨天喔 昨天盘斗交易没有成交 今天盘斗交易也没有买 也就是 累积下来 它的1500张 1500张到今天只买多少张 只买了425张 只买了425张 也就是代表它还有一千出头还没买 我说假设这一千出头 一样是用融资的 未来会怎么样 你希望进一步了解消息的 打电话 明头一个人再会 本服务公司与所推荐飞机之客也有价证券 无不当制裁物利益关系 以往最绩效不保证未来获利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随身贫乎并自负投资风险 地震了 怎么办 一 跑下 二 掩护 三 稳住抓住桌角 更多防灾尝试请上台湾抗震网 投资的制胜关键 您需要领先的资讯 精准的分析 大来专业分析团队为您掌握 大来国际投顾 请直播02 2369 2333 02 2369 2333 你担心瓦斯外线危险吗 教你几个小撇步 瓦斯桶放室外 避免日晒 由瓦斯行安全技术人员 近期检查瓦斯配管 使用瓦斯要小心 居家安全好放心 内政部消防署关心您 投资的制胜关键 您需要领先的资讯 精准的分析 大来专业分析团队为您掌握 大来国际投顾 请直播02 2369 2333 02 2369 2333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